武漢肺炎最早公开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 综合中国官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京报、界面新闻等报道 李文亮当晚9时30分心跳停止 他年仅34岁留下妻子和5岁的孩子 中国官方媒体在宣布李文亮去世后的两小时内 网络上众多相关帖子遭到删除 多家中国媒体甚至纷纷改口称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 武汉市中心医院官方微博随后再次发布消息称 我愿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 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 国际卫生组织 通过官方推特网页第一时间对李文亮去世表示哀悼 并感谢他在此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 因最早于2019年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控预警 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 2020年1月初 绝大多数中国人还都在上班 并沉浸在即将到来的春节的准备和憧憬当中 但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中国大城市武汉悄然肆虐 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疫情专题报道 肺炎疫情严重 只挂帅部出征习近平哪儿去了 动物传人疫情不断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武汉肺炎病毒到底如何影响你的身体 对比SARS武汉肺炎对中国经济的三个潜在冲击 2019年12月30日 他在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 2019年12月30日 他在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 2019年12月30日 他在同学群中发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 因为他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 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质性度阳性指标 出于提醒同围临床医生同学注意防护的角度 他发出了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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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当时有所不知的是 他并不是SARS冠状病毒 而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但不久后 他就被当地派出所应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 提出警示批评 公安局找到他 要求他签了训诫书 并对他提出严厉警告 训诫他如果不听从劝告和悔改 继续从事违法活动 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武汉警方发布通告称 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 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 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 并依法进行处理 李文亮就是这八名违法人员之一 感染病毒 武汉肺炎 英国确诊病人为约克大学中国学生 澳洲侨民将被送至圣诞岛 隔离引发歧视争议 武汉肺炎 美国关闭边界引发中国政府批评 武汉肺炎 医用口罩能防止病毒传播吗 签署了训诫书之后的李文亮 继续留在医院工作 而此时此刻的武汉当局 也试图阻止人们造谣传谣 稳定人心 但随着病毒疫情的发酵 死亡和感染病例的与日俱增 武汉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封城计划 没有人在说这八名吹哨人是造谣者 但问题是这已经为时过晚 病毒疫情已经在武汉和全中国蔓延 1月8日 李文亮接诊了一位年长的青光眼患者 第二天 这位患者就发烧 并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当时 李文亮就高度怀疑 这位患者患的是这种新型肺炎 1月10日 李文亮开始咳嗽 随后病情加重 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1月31日 仍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李文亮 通过社交媒体讲述了他被公安传唤的经过 他还上传了一张武汉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 让他签字的训诫书的照片 图片版权Weibo Image Caption 曾被当局定性为造谣者之一的 李文亮医生 不仅如此 后来李文亮的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并被送进了医院 1月20日 中国终于承认病毒疫情的严重情况 随后实施武汉封城 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尘埃落定 终于确诊了 李文亮在1月30日说 他之前的几次测试都是阴性 但最后的一次测试终于确诊 李文亮的微博帖子立即有数千评论表示支持 有人形容他是一名英雄 但担心李文亮的经历所反映的中国国情 将来如果医生发现传染病的迹象就更害怕 不敢提前预警了 还有人评论说 中国需要上千万个李文亮 才能有更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